憂慮中美貿易升級到金融戰 任志剛警告 市場隨時失控 中美角力由貿易戰升級到科技層面 市場亦開始憂慮會否波及到金融層面 金管局前任總裁任志剛接受訪問時說 隨著目前中美衝突已破展到科技層面 情況在未來絕對有可能蔓延到金融界 任志剛又警告 金融市場甚至有機會失控 貿易關稅各方面 網紅有一個數字看得到 但在金融層面未必可紅 你可以引發到在國際金融市場裏面 有些抄家也好 投資也好 譬如華爾街那些投行 你用這個基本去抄襲還賣 例如抗抗中國概念的東西 這個麻煩的 未必抗抗的 如果有一點這樣 取得到金融層面上有反應的時候 我不會是麻煩的 因為香港的市場 中國概念特別多 我們股票市場很多都是在地的公司 那會否國際炒家在香港會有什麼動作 這也是我既擔心其中的一件事 雖然外圍有危機 但任志剛補充 本港金融體系做足壓力測試 聯匯制度亦實行這麼多年 有信心不會出現重大風險 最後有提醒市場必然會有波動 呼籲大家做好風險管理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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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